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 每个公司 每个行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 在整个行业都是非常困难的时期呢 我们每家公司的业务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我们也一样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呢 经过我们全体华米同学们的努力呢 华米的2020年上半年的财报 依然做到了强势的增长 上半年我们的小米手环 中国区的出货量呢 达到了549万台 位列中国第一 我知道我们的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头 一直在用更低的价格 多品牌来向我们展开竞争 但是呢 他们仍然改变不了 我们在智能手环市场上 市场份额第一的这个位置 非常感谢广大消费者呢 这么多年的支持 谢谢你们 小米手环上半年 全球的出货量 1340万台 也是位列全球第一 我们已经占据这个排行榜的 第一的位置啊 已经很久很久了 尽管我们的友商一直在冲击我们 但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当然除了手环之外呢 我们的智能手表的品类 表现也同样出色 2020年上半年 在整个可传戴行业 由于新冠肺炎的冲击的情况下 它的行业整体的出货量 同比增长只有22.9% 但是我们自主品牌的Amazfit 智能手表出货量 同比增长了48% 全球的出货量呢 也高达174万台 位列全球的前五 同样呢 我们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 这个盈利的状态 华米呢 能保持这么好的营收增长 而且还能保持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保持盈利呢 其实我们内部是做过复盘的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呢 我们认为 因为我们坚持了 专业主义和长期主义 我们上半年的业绩呢 绝对不是因为 我们上半年的研发投入 和市场投入而获得的 而是因为两年前 三年前甚至五年前 更久远的时间的投入 让我们今年上半年 会必然获得这样的业绩 而同样呢 今年 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所做的 在研发市场上的投入呢 也必然会奠定 我们未来三年 五年 甚至未来十年的成功的基础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这个专业主义和长期主义 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 我们已经服务超过 一亿个用户 我们通过建立 从底层的芯片 到终端产品 到云 这么一整套的基础设施呢 构筑了我们未来 服务于海量的用户的 坚实基础 就在一个月前 我们还发布了 这一款复古潮流的手表 Amazfit Neo 它开启了 电子表的这个智能化时代 它有24小时 心理监测 睡眠监测 然后还有我们独家的 专利的 Pi健康评估系统 重点还很便宜 售价只有299元人民币 我们这一次 把这款产品呢 作为这次发布会的伴手礼 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就是我们把这么亲民的 一款产品里面 我们还把一系列 健康相关的 非常领先的技术 放到了我们全系的产品里头 不管它的定价是高还是低 我们都希望呢 把健康啊 带给更多的这个普通人 你们可能甚至不知道 这么一款 亲民价格的产品里头 它甚至支持了 心力不齐 乃至防灿的监测 除了Amazfit Neo之外呢 我们去年呢 还宣布了一款 概念型的产品 Amazfit X 今年呢 它真正走进了消费者 我们在全球众筹平台 Indiegogo上 众筹超过了190万美元 后来我们又把它放在国内 小米油品上进行众筹 一个小时 超过了100万人民币 它的这种高弯曲度的这种曲面瓶 还有全面钛合金的机身 以及隐藏式的压杆按键 全机身没有任何一个实体的按键 到现在为止 这三点都是全行业遥遥领先的 至今没有人超越 大家在今年四季度啊 就在国内就可以买到了 线上线下 全部都可以买到这款产品 好 围绕睡眠呢 我们在今年的CES上 我们发布了ZenBus 它的全球的众筹呢 也接近尾声了 ZenBus呢 是一款那个睡眠耳塞 它不是那个TWS的那个蓝牙耳机啊 是睡眠耳塞 这样的一个睡眠耳塞呢 它能够支持19首的注眠音律 在你要睡觉之前呢 你把它启动起来 它可以自动地播放 然后呢 它还可以同时监测你的睡眠心律 还有睡眠分析 当你第二天早上打开这个APP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 你昨天晚上 整个睡眠的情况的 然后第二天晚上 你还可以再调整 你喜欢播出的那个音乐 这样呢 就知道说有没有效果 而且这个耳塞非常小巧 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TWS耳塞 TWS耳塞啊 小很多 非常小巧 而且它的材料呢 是很柔软亲肤的 这款产品呢 今天晚上我们发布结束之后 今天晚上凌晨 零点在京东天猫 油品也正式开始 跟国内的消费者 跟国内的消费者见面了 价格是999元人民币 好 接下来的内容 就是我们今天的 要讲的重点 Amazfit GTR Amazfit GTR呢 是我们去年发布的 这个旗舰级的产品 那时候我们的友商呢 续航只有14天 而我们的GTR一经面试 就做到了惊人的24天的 超长时间续航 几乎是碾压式的 这个技术超越 然后友商又发布了 第二代产品 依然没有追上 我们第一代的续航 这个真的说明 它没有去真正 倾听这个用户的声音 没有去满足用户的需求 这个强大的续航 还有领先的传感器 以及运动健康的 一系列的算法呢 加上它的 非常经典的工业设计 GTR是全球范围内 非常受欢迎的 这么一款智能手表 它推出之后呢 至今为止都在国内外 在销售非常的好 即便放到了2020年的今天 它仍然是全球市场上的 一款爆品 卖得非常好 好了 那么我们GTR的下一代 我们怎么超越它呢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心 这个视频比较短 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 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产品 Amazfit GTR2 大家觉得好看吗 好看 那个GTR2的外观设计非常漂亮 它传承了GTR1一代的设计上的DNA的同时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设计上的优化 它延续了上一代非常经典的圆润的设计 并且融入了大量的科技的元素和未来感的这种元素 首先我们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块3D镜面的玻璃 来取代了陶瓷的表圈 我们知道上一代我们是陶瓷表圈 那么3D玻璃这种非常优美的弧度 一直延续到中框 然后顺着中框再环绕到整个底壳 使得这一代手表相比上一代来说 更加的浑然一体 在保留了这种经典外观的同时 也让产品变得更加的简洁 整体和优雅 我们的3D玻璃镜面打磨的手续的工序 非常的繁复 每一块玻璃镜面需要35道工序 然后持续地去加工27个小时 加工出来之后它像鹅卵石那样非常温润 而且表面的弧线像玉器一样优美 我相信你们看到它的一瞬间 很快就会被它吸引住 但是我们知道这么漂亮的一块3D玻璃镜面 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它呢 它很容易留下划痕 在GTR2的这个屏幕上 我们采用了叫做类金刚石的镀膜的工艺 类金刚石镀膜的硬度非常高 可以达到9H的漠视硬度 这种硬度和蓝宝石的硬度其实是一样的 相比于普通的玻璃呢 它的抗刮擦的能力提升了20倍 然后它能够抗住高达一万五千次的这样的刮擦 因为成本太高了 甚至绝大多数的这个手机公司 都舍不得用这种类金刚石的镀膜 不过为了更好的体验呢 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友商也尽快跟进 在手表上普及这个功能 在设计上 我们的这个设计理念呢 是让视觉回归到表盘 而不是关注其他的元素 我们在整个正面非常简洁的机身上面呢 我们用激光雕刻刻了60个格子 这是时间刻度 这样的格子的时间刻度呢 也是我们GTR上的这种标志性的设计元素 为了让GTR更加的轻盈流畅呢 我们这次使用了这个叫做小表耳的设计 这主要是为了不让它抢掉我们正面表盘的视觉的重心 我们在一代的基础上呢 还减薄了它的按键的设计 使得这个按键跟表体呢 能够更加地融为一体 也更加地突出了手表最重要的表盘 不会喧宾夺主 GTR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侧面 它的整个一体化的设计呢 都非常简洁 而且富有科技感 我相信大家见到真机之后呢 一定会爱不释手 好 GTR跟上一单一样 也是采用了1.39英寸的 视网模级的AMOLED屏幕 最高的亮度呢 高达450nits 我们为GTR设计了 专门的50款非常精致的表盘 来搭配大家在各种场景下的使用 也适配了我们这次非常经典的工业设计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表盘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指针风格的表盘 搭配了GTR这种经典的工业设计之后呢 整体显得非常的细腻和典雅 吸屏之后呢 也非常的简洁 这个虚拟的指针 搭配激光刻度刻下来的这个时间圈 一体化的感觉非常好 让整个表啊 非常的简洁明了 我们也为此设计了40款不同的吸屏的表盘 供大家自由的设置 来搭配我们的手表的工业设计 好 这就是我们经典的GTR2 它拥有这个经典款的GTR2 它拥有不锈钢的机身 然后搭配皮质的表带 只有39克的重量 好 这个呢 是运动款的这个GTR2 它是很轻 只有31.5克 是全黑的机身 使用了更加轻盈的这个铝合金的材质 和更加适合运动时候佩戴的硅胶表带 铝合金款也很漂亮啊 即便是搭配那个商务的这种商务的风格 也一点都不违和 而且呢 佩戴起来更加的舒适 不锈钢款的这个色泽和质感呢 让整个手表看起来更加的高雅 不锈钢的质感呢 也看起来更加的商务 在Amazfit GT22 这种经典外观的背后呢 是我们一系列的强大的算法和技术的支撑 我们先来看一下健康相关的功能 GTR2呢 延续了GTR第一代的 备受好评的全天的心理捐护 能够对我们的心脏啊 进行二四小时全方位的这个呵护 为了给用户呢 展示更加精准 更加全面的健康数据啊 我们这一代产品 引入了最新研发的第二代 PPG生物追踪传感器 BioCheck2 而在健康功能上呢 大家今年可能更关心血氧 除了新冠肺炎的患者会缺氧之外呢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也会有一些会导致 我们的血氧保护度异常的 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去拉萨旅游 高原反应会导致缺氧 甚至会危及生命 再比如说麻松长跑 和对抗性很强的这个球赛 足球赛 这种极限运动里面呢 也会导致缺氧 长时间的熬夜加班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呢 也会出现这个缺氧的情况 甚至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围棋大师赛 大师们都是需要吸氧的 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更重要的呢 我们平时如果有些朋友们 经常要去商务应酬 要喝酒的 喝醉了 实时也会导致缺氧 甚至窒息和危及生命 所以呢我们为GTR2 带来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全新的血氧引擎 Ostern Bees 我们的这个血氧引擎 检测的成功率呢 高达96% 和医疗级的血氧仪 检测的结果呀 平均误差只有1.6% 我们会把最新的一批GTR2 这款智能手表呢 捐赠到我们和中南山院士团队 合作的新冠患者康复水访的项目当中去 我们呢希望我们的新产品呢 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帮助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睡眠 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能看到呢 在中国有80%的人 非常关心自己的睡眠 但是只有30%的人 睡眠是达标的 也就是说 在中国啊 有超过70%的人睡不好觉 所以呢 帮助大家改善睡眠质量呢 是我们格外关注的一个研发的课题 我们为GTR2引入了 我们自己研发的睡眠引擎 Sonus Care 所以GTR2上呢 可以精准地识别 我们三个不同的睡眠阶段 潜睡 深睡 快速眼动期 而且 我们的睡眠引擎还可以识别 五睡 只要你超过20分钟的五睡呢 我们都能识别出来 并且把它记录 跟金标准对比呢 我们的睡眠引擎 对于不同阶段的 这个监测精度 达到了80% 而且对于像五睡这样的 简单的小睡呢 我们监测精度接近百分之百 大家看上面那张图很有意思啊 这张图是我们在做临床实验时候 一位华米同学的这个照片 为了保护隐私呢 我们把他的脸部打了马赛克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做这种临床实验是很痛苦的 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绑了一身的这个专业仪器 因为呢 睡眠其实是一门专业的科学 也是一个专项的医学的判断和测量 是一件特别专业的事 好 我们通过这个睡眠引擎 Sonic Care 和血氧引擎 Oxygen Beats呢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还实现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睡眠分析功能 它是什么呢 睡眠忽视质量的这个监测 GTR呢 可以监测到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呼吸不畅的这个情况 简单地说 我们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 都有打呼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打呼噜这个情况呢 很大程度上会引起我们的睡眠呼吸不畅 大家看到大屏幕上 我们在打开手机的APP的时候 第二天你就会看到 发现说从几点到几点 它是睡眠呼吸不畅的次数有多少次 它都会很仔细地把它列出来 然后呢 你还会得到一个综合的评分 来评定你这一次的睡眠呼吸的质量 分数是多少 这样呢 有助于我们判断 我们这个夜间的睡眠是不是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我相信这个功能呢 能帮助到很多 那个晚上 有打呼噜 甚至严重的这种 打呼噜的 这个朋友们 好 最后呢是 运动健康评估 我用过市面上所有主流的这个智能手表呢 我都发现 他们对于运动健康数据的这个展示的方式呢 是没有什么用户体验可言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Apple Watch上 三个圆环 其实一般人看了 一开始也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不是所有人都懂的 而且呢 你以单一的部数去统计 每天的运动量 其实很不科学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们周末在家打扫卫生 拖地 洗碗 干了一两个小时 盲头一头是汗 那这个有没有运动效果呢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实际上它是有运动效果的 有锻炼效果的 但是你的智能手表 里边并没有一项运动选项 是这个打扫卫生 拖地洗碗 对吧 所以呢 它更不可能把你在这种运动里头 所保存下来的 这个运动的效果给记录下来 这就没有这些记录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在我们的GTR2上 加入了Pi健康评估系统 Pi只用了一个分数 就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天的活动量是不是达标 这个非常直观啊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不断地被分数去考核 对吧 所以一个分数是非常简洁明了的 好 那么大家又来问了 这个分数有科学依据吗 是不是就你们软件上 随便打一个分呢 当然不是 Pi是北欧的一所名校 叫做挪威科技大学 它的医学院有一位教授 Wurik教授呢 基于35年23万人的健康状况的研究 所建立的一整套 个人健康的评估系统 Wurik教授呢 多年以来一直在国际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医学的论文 并且获得了整个学术圈的广泛的认同 目前Pi这套系统呢 已经用在欧美的很多大型的保险公司里面 作为健康评估的系统 比如说前段时间 英国的保陈集团 就是Pudential 它就用了我们这一整套的Pi的评估系统 这个呢也证明了 我们所使用的整套评估系统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它虽然只是一个分数 但是这个分数背后的一整套技术是非常严谨的 而且是由科学理论支撑的 总结一下 Amazfit GTR2拥有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健康监测和评估的功能 比如说心率 血氧 睡眠的监测 以及Pi的健康监测评估系统 我相信GT2可以很好的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运动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GT2将会支持我们全新的运动引擎 它可以做到自动识别运动模式和自动记录运动数据 现在呢 GT2已经支持12种我们日常的常用的这个专业运动模式 我们在接下来的11月呢 我们会做一次固件的升级 把它升级到支持一共90种不同的专业运动模式 为了保证运动数据的这个准确性呢 我们在GT2里头植入了9轴的运动传感器 内置了GPS和Gronas双星定位系统 以及让它能够支持50米的防水 也就是说大家带去游泳完全没有问题 好 说到运动呢 大家一定会想起音乐 莫扎特曾经就说啊 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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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种动力 对于很多人来说 音乐呢 是运动的时候最好的陪伴 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去跑步的时候 经常边听音乐边跑步 我们认为呢 智能手表 必须具备音乐播放的功能 目前市面上也有一些手表 已经支持了音乐播放 但是它的体验很不好 比如说音量很小 再比如说 传歌的速度很慢 而且呢 和iPhone的兼容性不好 iPhone没有办法直接传歌到这个手表上 甚至呢 其他家的 其他款的这个安卓手机的兼容性也不好 最后呢 还没有曲库 大家很费劲才能把歌给捣进去 这样的音乐体验呢 完全就是鸡肋 这功能 这功能真正要用起来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感受 用过一次之后再也不想用了 我认为呢 良好的音乐体验呢 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闭环 来让大家用得爽 当然用得爽 才会还继续去用它 否则用一次就不想用了 所以我们在研发这款手表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硬件 软件 连接和内容 四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呢 在硬件上面 我们为GT-R引入了一颗 音质很好的 三次超线性的扬声器 而且我们加入了 Smart PA这种智能的音频放大器 它能够保障我们的扬声器 在承受的范围内 做到最高的音量 最浑厚的低音 和最出色的音质 而且 GT-R还支持 无线蓝牙耳机播放音乐 它可以连接无线蓝牙耳机 大屏幕上的这对耳机 就是我们今年年初发布的 我们自己的TWS耳机 这样的话呢 你跑步的时候听音乐 其实代付无线耳机 就很舒服了 对吧 很自由 好 GT-R还内置了4GB的散存 可以让你存接近600首歌 在软件上呢 我们还有三个主要的核心功能 第一个功能 在原来手机上听的那些歌 我们怎么传到手表上呢 我们是通过WiFi来传输的 我们通过WiFi来传输 远远比用蓝牙来传歌 要快得多得多 我们传歌的速度 是我们友商的六倍 我们解决了传歌慢的问题 大家如果用蓝牙传过这个歌的话 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根本就不想传 而且我们还做到了 iPhone和安卓手机 全平台都可以做音乐传输 我们友商上只能在自己 品牌的这个手机上传 iPhone上传不了 我们完全没有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 把手机上的歌传到手表上听 那音乐从哪里来呢 我们现在听的大多数 大家听的音乐呢 都是在线音乐 很少有这个本地的音乐了 所以如果你抛开内容 来谈音乐播放 其实是耍流氓 哪里找音乐 是吧 今天呢 我正式地宣布 我们和网易音乐呢 达成了合作 我们将网易音乐 带到了我们这款 智能手表上 在GT-R2上 我们可以进行歌单的同步 比如说你在手机上 原来喜欢听的歌 都有点这个喜欢 然后整个歌单呢 就可以自动地同步到 你的手表上 而且呢 手表可以通过WiFi 直接联网下载所有的歌曲 直接在手表上播放 这一系列的操作 全部是在手表上完成的 完全跟手机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在智能手表上 播放音乐之外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控制 你的iPhone和安卓手机 来播放音乐 很多市面上的智能手表呢 其实做不到在iPhone上 来控制音乐播放的 我们是做到这个功能的 主流的智能手表的 唯一一家 在这个万物互联的世界 其实音乐 我认为是无处不在的 不仅仅是手机 我们所有的IoT的品类上 都应该 未来都会拥有音乐 一个好的智能手表 从来都不是大号手环 我们认为真正的智能手表 不仅仅是把智能手机 戴在了手腕上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要把主流的互联服务 引入到智能手表里面去 而且要把用户体验 要做到极致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聊一下 这款手表是怎么通过 一系列的智能的能力 来提升大家 生活的便利性 和工作的效率的 首先我们把 国内最受欢迎的 语音助手小爱同学 带到了我们GTR2 这款智能手表上 抬起手腕 你就可以跟 那个小爱同学对话 查天气 要智能问答 生活的变得非常地便捷 另外呢 我们还考虑了一种 很特殊的情况 手表跟手机 万一蓝牙断开了怎么办 我们现在的 在线的智能语音助手呢 它的网络依赖性太强 对手机的依赖性也太强 一旦手机不在身边 手表就没法工作了 因此呢 我们专门地 研发了 离线的智能语音助手 它不需要联网 也不需要蓝牙连手机 随时你都可以通过语音指令 来控制我们的手表 这是一种新的交互的方式 并且 它的响应的速度啊 远远比 在线语音助手要快 只要1.6秒的时间 就可以响应你的 这个语音指令 更厉害的是呢 它支持你在 手表使用中 大部分的界面下 你都可以给它下语音命令 不需要翻到专门的 手表的界面上 才能下命令 百分之八九十的 这个界面上 你都可以直接下命令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刚才跟别人 约了一个 晚上九点钟的会 我立刻就可以抬手 说 设八点五十五的闹钟 然后就结束了 很方便 什么都不用干 这比起你从口袋掏出手机 然后再去找闹钟去设 真的是方便多了 目前呢 GTR上离线智能 运助手已经支持 七十多种不同的指令 比如说 设闹钟早晨十点 还比如说 门禁卡 然后公交卡 下这么一个命令呢 你刷公交的时候 就可以切换你的卡 切换到门禁卡 直接就刷门禁 切换到公交卡 就直接刷公交 不用在手表上 找来找去 非常的方便 我们未来呢 还会持续地 升级我们的 整个离线的语音助手 支持更多的命令 我们相信啊 离线语音 才是整个万物互联的未来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支持 蓝牙电话功能 比如说 快递 外卖 或者滴滴 司机打个电话过来 吃两句话就说完了 就非常的方便 直接手表接就行了 不必要把手机再掏出来 当然 GDR还支持 APP的这种 消息通知 和短信通知 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功能 但是 我们为了把这个体验 做到极致呢 我们定制了 只有高端智能手机上 才用的线性马达 让你能够区分出 不同的消息通知 带来的不同的 很细腻的震动 它甚至 可以让你区分出 高达13种不同的震动类别 也就是说 你可以针对 不同的消息通知 你可以设计不同的震感 GDR呢 也继续支持 NFC 公交卡 和支付宝 离线支付等等 这一系列 跟钱相关的 这种支付的功能 而且这一次 为了保障用户的 账户的安全 为了保护我们钱的安全 我们做了 离万 锁平的功能 也就是说 你以后不用担心 手表丢了之后 我支付宝 钱包 万一被盗刷怎么办 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有密码保护 好 我们手表上 有这么多的消息的提醒 各种健康数据的呈现 如果不聚合的话呢 我们真的是眼花缭乱 一堆的消息 没法管理 所以呢 我们又专门打造了 一个智能助理 它本质上呢 就是一个高效的 快捷卡片 让你很方便地管理 各种消息 好 我们的GDR 支持这么多的健康功能 还有在线音乐 还有离线的语音助手 这么强大的新功能 大家觉得 肯定很耗电 是 它的确很耗电 但是 我们仍然坚持了 14天的续航时间 如果你不用那么多功能的话 它还能坚持38天 最后啊 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 让我们一起 回顾一下 我们的Amazfit GDR2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感受一下这么强大的智能手表 想不想要 咱们现在说完GT-R2了 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一个系列 GTS系列 我们的GTS呢 很多人都喜欢它是一个方形的 这样的一个屏幕 能够显示更多的内容 它是业内所有的方形手表里头 唯一的一个超视网摩集的屏幕 非常清晰 整个手表呢也很轻很无感 今天呢 新的一代来了 Amazfit GTS-R GTS-R呢 比上一代呢更轻 更薄 我们的工艺设计师啊 通过对70多个内部的部件 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让整个GTS-R 功能更加丰富的同时呢 也更加薄 更轻 它可能是市面上 主流的智能手表里头 最薄的一款 只有9.7mm 大家看到大屏幕上 所有的这个智能手表 都超过了10mm 只有我们是低 就是比10mm还要更薄的 这非常不容易做到 而且它只有24.7克 是现在主流的智能手表里头 最轻的 当你戴着这个GTS-R的时候呢 你手腕上的异物感 顿时就会消失 非常无感 它能够让你享受到 时间的那种轻盈感 在设计上呢 我们完全没有妥协 我们赋予了GTS-R 最前卫 最时尚的这种设计 大家看到 197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理念是 要方正 设计的东西要方正 但是到了2016年 以及当下的设计呢 趋势是圆润 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再看19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设计理念是 有边界的设计 但是到了2020年 曾经式的设计呢 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998年的时候 最流行的设计是拼接 但是2015年之后呢 它的整个设计的趋势呢 就变成更加的一体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啊 有三个设计的关键词 圆润 议题 和沉浸感 说到这儿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感谢观看 为了让GTS更加的圆润 我们在整个机身的侧面上 采用了一个曲线的设计 完美地融合了侧面的按键 这块手表同样采用了3D的弧面的玻璃 除了这块玻璃之外 正面你完全看不到别的元素 整体上看起来更加强的沉浸感就呈现出来了 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也非常地好 它是整个业内主流智能手表里头 唯一的一个超视网模级的屏幕 当这个3D玻璃下面的这块屏幕 瞬间亮起来的时候会特别地惊艳 GTS2屏幕也采用了 同样的类金刚石镀膜 可以有效地防止屏幕的刮叉 我们也为GTS2专门设计了50款专用的表盘 来搭配GTS2在你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场合里头佩戴的这种感受 同时呢 GTS2也支持Always On的这种 长亮的锡屏显示 你不用抬手 平时瞄一眼就能看到这个时间 最后呢 GTS2将玻璃 金属和有机材料三种不同的材质 从颜色到质感 几乎做到了一体化的融合 很完美地呈现给大家 在这个金属机身上啊 我们把洋极洋袜的工艺 用到了极致 做了三种非常漂亮的颜色 那个钥匙黑 然后流光金 还有海豚灰 这三种颜色都很漂亮 我相信大家拿到的时候会很喜欢 下面呢我们通过一组图 来欣赏一下GTS2 这个就是钥匙黑 它非常一体啊 而且更加显瘦显薄 我们再看这个是海豚灰 非常优雅 非常优雅 再看一下这个是金色 这种金色呢 显得很高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色和白色的对比 整体上来也很漂亮 好 你看它戴在模特手上 戴了一个海豚灰 男士戴的也很漂亮 然后女生戴一个这个金色的这个表 显得很高贵典雅 除了出色的这个设计之外呢 它的运动功能也非常的强大 它支持12种大家常用的 专业运动模式 而且在接下来的11月的OTA里头 我们会把它升级到90种专业的运动模式 这款手表同样具备了9轴的运动传感器 GPS和Gronus的双星定位系统 以及50米的防水 当然你带去游泳也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 GTS-2在健康方面呢 也同样的出色 GTR-2上有的所有的健康功能 GTS-2上全部都有 比如说Libis OsternBis 心理与引擎 还有Pi的健康评估的系统 它是完全都具备的 好 在智能的这个功能上 我们这两个系列的这个手表 也都是一样的 都非常出色 比如说离线语音助手 在线语音助手 还有13种不同震感的这个通知 以及离线锁屏来保护你的钱包 还有能够通过蓝牙来接手机的电话 都同样具备 当然它同样也具备了 智能助理的快捷卡片的这种功能 也同样支持了独立的播放音乐 支持了网易音乐的在线下载 在线独立的播歌 同样也支持WiFi来传送这个音乐 远远比用蓝牙来传 快得多得多 好 拥有这么强大的健康运动和智能的功能呢 我们的GTSR还这么轻 这么薄 它只有24.7克 完全无感 9.7mm的厚度也非常的薄 在这么薄的情况下 它还能有7天的日常续航 和20天的长续航模式 这个是非常难做的 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应该说 倾注了他们所有的心力 最后呢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GTSR 这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GTSR 大家感受一下这么轻这么薄 而且这么强大的一款智能手表 大家想要吗 在告诉大家价格之前 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广告 酝酿一下情绪 我再告诉大家价格 好 接下来是价格时间 首先GTR2运动版 售价是999元 它搭配了进口的牛皮表带的经典款 是GTR2售价是1099元 好 GTR2的售价是999元 这两款产品将会在今天晚上凌晨零点 在京东 天猫 小米油品和苏宁的线上开售 也会在明天白天的时间 Amazfit全国专卖店线下开售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